刚满四岁的王子谦近日收到世界纪录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 两岁多就创下最小年龄还原二阶魔方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 三岁十一个月的他又用七分十二点五二秒 打破了最小年龄还原四阶魔方的世界纪录 12月29号 记者在乌鲁木齐魔方协会见到了王子谦 刚吃过午饭的小子谦拧着魔方玩 妈妈潜力说孩子从四个月学会抓东西时就抓着魔方玩了 至今可以复原二阶到四阶魔方 以及齿轮魔方 魔中魔金字塔 四叶草等异性魔方 最早是在一岁十个月的时候 他就能够学会我们的魔中魔金字塔魔方 基本上这个魔方是在四岁以上的孩子学习接触的会比较多 他两岁十个月正式就能够自己独立复原这个三阶魔方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他自己学习的种类接触魔方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去掌握能够自己独立复原的课程内容也会多一点 王子谦的妈妈潜力是乌鲁木齐魔方协会会长 也是王子谦的魔方教练 女儿耳濡目染 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魔方浓厚的兴趣 记者看到潜力手机上存的视频里 还坐不太稳的小子谦手里就拧着魔方玩了 刚刚学会说话的他看到妈妈回家 就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上课 潜力说堆齐90个三阶魔方组成的魔方墙并全部还原 是王子谦每天的训练任务 这项训练已经坚持了一年多 因为自己对魔方的确是比较感兴趣 看到家里的魔方他就想学 然后并且他自己很希望迫切的能够把这个魔方能够拼出来 那我们就坚持每天都带带他每天都给他讲一点 魔方还原有固定的攻势 但攻势对于小朋友来说完全听不懂 潜力就将魔方的攻势每个步骤描述成一个个故事形态 因为小女孩她会比较喜欢公主呀 这样的小小故事我们就会给她讲这个旧公主呀 然后有巨龙呀 然后有一些形态宝剑呀 就是把魔方的其实是攻势 我们把攻势给她讲成这种故事形态 她通过这个故事形态 她跟着故事她就能够把魔方复原回去 四阶魔方属于高阶魔方 入门复原的部数大约在350至400部之间 需要更高的精细动作 空间思维能力 专注力等 在专业魔方培训学校内 一般属于7岁以上学员学习的进阶课程 潜力说 在王子谦未来的求学生涯和以后的工作生活中 希望魔方能够成为女儿更好的玩伴 能够更好地激励她 让她克服困难 这也是他们当初培养王子谦学习魔方的初衷 当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她能够回来想一想 自己在当初探索魔方的时候 有的那个韧劲 然后能够把她自己的难关度过去 她自己就知道 我有什么事难事 我都不会害怕 我有原来的那种精神 在这个魔方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陪伴 然后激励的一个作用